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正平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潘次长有件事想拜托他 如果遇到某件事不是站在检察官的角度 而是老百姓的角度 完全无法理解的事 绝对不能去做的事 脱离常识的事 如果发生这种事无法独自承担的话 请告诉他 如正平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潘次长只是希望他不要憋着 虽然如正平没有义务告诉他 但任何人都有忍无可忍的时候 潘次长希望在那个时候 如正平能来找他 仅此而已 临走前 潘次长又想起一件事 那天跟他说的话 一点也不好奇吗 潘次长说过 会告诉他那些人到底是谁 而陆正平就选择直接离开 另一边 明大哥已经拖欠四个月的房租 他不是不交 而是真的没钱 余地文来找明大哥 明大哥给他冲了杯咖啡 还是一如既往的蛋 余地文记得刚入直闹会儿 部长说 只要一杯咖啡 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做事风格 冲的蛋 做事温吞五味 冲的浓 做事果感心狠 所以大家都把咖啡冲得很浓 为了给部长留个好印象 只有明大哥例外 从过去到现在 都是淡淡的 他告诉明大哥 正在帮地检长做事 抓赵会长 地检长只给了他一个方向 具体操作他自己来 明大哥没想到 余地文竟然还相信地检长 而余地文却说 他只认事 不认人 队伍已经组好了 深送察官 许老板 张行景 从西部地检过来的卢振平 还有昨天刚刚加入的韩康珠 韩康珠跟东方派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他觉得这件事得让明大哥知道 所以才来的 离开后 余地文打了个电话 找人帮明大哥 一个努力工作在沦落至此的人 不应该是这种待遇 连房租都付不起 明大哥就连头领的假发 都是十年前买的 余地文去见地检长 现阶段的工作重点 是找到赵会长贵赂市长的证据 只要做出了这件事 就能将他们一窝短 余地文把明大哥的近况 跟地检长说了 事务所的房租也拖欠了很久 地检长没想到 一个通过司法考试的家伙 居然把日子过成这样 可明大哥为什么活成那样 地检长应该比谁都清楚 余地文的语气让地检长很不爽 但没办法 余地文这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余地文让他有钱的话 就帮帮明大哥 他祖上是亲日派 当时还出了个伯爵 应该很有钱才对 地检长赶忙解释 只是个男爵 还没到伯爵那个位置 本来想当伯爵的 可国家独立成功 没机会了 余地文劝他都帮帮明大哥 全当替爷爷被的人赎罪了 地检长欣然答应 两人又聊起工作上的事 地检长听智秀说 卢正平早上去见潘次长了 而这件事 余地文并不知道 他怒气冲冲的去找卢正平算账 背着他去找潘次长 是怎么回事 难道把他们在做的事 都汇报给潘次长了吗 卢正平赶忙解释 潘次长就是因为知道那些事 才找他的 余地文的怒火平息 他让卢正平跟深松长官 拿下台本 然后到工厂来 深松长官也没想到 潘次长竟然知道 他们在调查赵会长 这下麻烦了 潘次长也被卷了进来 卢正平以为潘次长 也是赵会长的人 但其实不是 潘次长所在的派系 并无条件反对VIP的决策 余地文虽然并无派系 但为了抓赵会长 只能跟VIP那一派的人联手 所以卢正平去见潘次长 余地文才会心情不好 余地文口中的台本 就是行动计划 卢正平觉得有点复杂 直接传唤 替赵会长管钱的人就行 但那个人失踪了 替赵会长管钱的人 是金女士 听证会开始后 就一直在传唤她 可她一次都没出席 法院下发了强制出席的命令 没想到 东方外的人截足先登 把金女士转移了 不过金女士的安全问题 不用担心 金女士要是死了 赵会长在海外的资金 就拿不回来了 想找到金女士肯定很麻烦 所以台本才那么复杂 简单点说 就是把东方派的会所 扫到一遍 把赵会长用来 汇入市长的账户找出来 挪用公司资金 处理起来很麻烦 所以赵会长 肯定是通过东方派 谁不知鬼不觉的 把钱交给市长 可问题是 每个会所最少有十几个账户 而和东方派有关的会所 有五百多家 这里查到什么时候 何况有的会所 不止十几个账户 他们一天换一个账户 一个账户最多用两次 升完钱后就注销 于帝文有个主意 两个人打架 这场情况下 是你来我往 有攻有守 可如果一方攻势过猛 另一方不想挨打的话 就得防守 于帝文要做的 就是逼赵会长防守 把所有钱集中在一起 于帝文选了四个地方 作为重点照顾对象 然后围绕成打黑行动 其他地方意思一下就行 于帝文对他所选择的 那四个地方 只有一个要求 打 那些地方没一个好东西 一场别开生命的扫黑行动 就这样拉开序幕 许老板无意中发现个女孩 正准备送他离开这里时 盧正平上前阻拦 所有人都要带回去审问 许老板一反常态 让盧正平别管这件事 没办法 打又打不过 只能随许老板去了 然而盧正平又意外发现 张行警竟然偷偷往自己口袋塞钱 报警里出了点问题 有检察官在帮这地方打掩护 收黑钱 这个意外收获太意外了 打黑行动被人知道他们有参与 情况就变得复杂了 张会长很有可能猜到 是他们才出道 这个检察官要是跟张会长汇报的话 他们的计划就泡汤了 检察官知道他们是想找张会长行贿的证据 他跟张会长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关于地检长要对付赵会长的事 他一直持反对态度 余帝文跟他协商 对于他今晚出现在这的事 余帝文不会公开 作为条件 他也得对余帝文要做的事进行保密 可没想到他竟然不给面子 赌博的事他不怕被公开 反正也没机会升职 他不计划干了 要是把余帝文的事汇报给赵会长 换个后半辈子荣华富贵 应该问题不大 余帝文再三劝说 他依然不听 没办法 只能用最后一招了 余帝文把卢正平叫来 叫他怎么写案件报告书 打黑行动中 警方突袭某非法赌博会所 然而事源地检的某检察官 恰巧在那 该检察官怕自己身份暴露 便顺着五楼的排气管逃跑 结果不幸坠楼身亡 余帝文知道这个检察官的为人 平常没少欺负老百姓 所以对他下手 余帝文没有自由感 胖子刑警来执行命令 余帝文叮嘱他 坠落至此 他注意细节 别留下什么把柄 检察官被丢出窗外 卢正平赶忙阻止 可余帝文心意已决 已经走到这一步 绝不能被任何人破坏 这时检察官终于妥协 他保证对今天的事闭口不谈 可空口无凭 余帝文不相信他 无奈之下 他答应余帝文 立刻请病假 出国待着 虽然逃过一死 但一顿打是跑不了的 毕竟他也不是什么好人 全当替老百姓们出口恶气 卢正平回消息潘次长的话 无法理解的事 不就是指现在发生的事吗 第二天 何向摩得到消息 有四家会所被扫到了 据说是因为扫黑 部分现金和账户被带走 扫黑行动估计会持续一到两个月 何向摩果然上当了 他让所有会所把账户都集中到一起 等扫黑行动结束再说 另一边 赵会长还在听证会接受调查 负责人拿到了一份性贵赂的证据 可赵会长却不屑一顾 贤盛集团一年的利润 是一兆七千亿 平均每个月二千两百五十亿 每天七十五亿 他放弃七十五亿 来出席这场听证会 结果却说他性贿赂 这种倒听途说的故事 说出来不觉得丢人吗 地检长也在关注此事 他知道那份证据是假的 肯定有人故意提供了错误情报 另一边 市长正担心 会不会被地检长发现什么 那份错误情报 就是潘次长派人提供的 检方的针对性调查 加上虚假证据的污蔑 只要赵会长能坚持住 舆论就会对他们有利 检方自然会败下阵来 这件事 潘次长一定会负责到底 帮市长渡过这个难关 这时 潘次长接到一个电话 是卢振平打来的 那边 听证会结束 支持赵会长的和反对赵会长的 都在听证会门口示威 赵会长被鸡蛋砸中 可他并不在意 又不是被刀子捅了 而且外面吵吵闹闹的多好 这边这事上还是有正义的 入夜后 余帝文准备行动 而卢振平却借口给奶奶上坟 没有参加这次行动 他想跟潘次长谈谈 但他并不是想跟潘次长联手 他认为潘次长是赵会长的人 理由很简单 因为潘次长想阻止他们 可潘次长阻止他们 并不是因为他是赵会长的人 而是因为他们在做错误的事 他根本没见过赵会长 卢振平想知道队伍里的那些人 到底是谁 潘次长为什么说他们很危险 原来三年前 有人举报都方派开始贩毒 带头调查的 就是明大哥 宇地文和深筹察官 东方派把贩毒赚的钱 转进贤盛集团 只要找到证据 就能解决这件事 但赵会长可不是一般人 他直接换掉了事情的框架 原本是检方调查赵会长贩毒 结果却变成了办案人员吸毒 赵会长收买了一个 见钱眼开的检察官 就是之前那个戴眼镜的 他们找了个负责毒品案的 检察官合作 联系到一个专门给检察官 提业绩的毒贩子 毒贩子从检察官那拿钱买货 然后整个目标一起吸几次 让对方也变成瘾军子 事件爆发后 舆论全部倒向了赵会长 很多人都说检方是针对性调查 调查小组就此分裂 同时还出现了背叛者 成为毒品牺牲者的那个 作品录时说 对赵会长的调查 完全是针对性的 检察官该做的 不该做的 都做了 至此小组解散 有人被停职 有人被调走 有人被直接开除 原本事情到了这一步 就该结束了 可赵会长并没打算结束 他拿敏大哥开刀 杀鸡敬喉 意思很明确 以后谁敢动他 敏大哥就是最好的例子 最初举报的人也惨遭毒手 不过他运气好 并没有死 现在在仁锡洞开了家饭馆 那个人就是东方派的前行动队长 最强打手 许老板 被陷害成尹君子的 就是张行敬 而开车撞敏大哥的 就是韩康珠 余定文之所以用三年前失败过的人 是因为他们内心充满了愤怒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人 最容易被掌控 赵会长的确是坏人 以前是 现在是 以后也是 但这次的案件不一样 赵会长从没跟市长来往过 不存在说说会鬼事 余定文被愤怒蒙蔽了双眼 正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样下去 情况更糟糕 对于赵会长来说 检察官走到哪一步 想走哪一步 他都一清二楚 检察官如何搜集证据 如何寻找证人 如何抓捕犯人 该怎么对付检察官 他比谁都清楚 余定文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与此同时 余定文的行动已经开始 他们破门而入 而等待他们的 是任西洞在开发说明会上的一帮记者 派次长送给陆仁平一句话 善良是稚嫩的 恶意是成熟的 为什么 因为成熟的善良 就是恶意 检察官乱闹说明会 成了第二天的头条 经过此事 余定文确认 内部肯定有赵会长的线人 问题不在检察官这边 而是刑警那边的人被收买了 这次是会长直接收买的 何向摩也是刚得知此事 赵会长的危机暂时解除 但有一部分账户信息泄露 得重新整理一下 他让何向摩把账本带上 去找金女士 金女士会看着处理的 何向摩对这次的事有点不满 他希望以后有事 赵会长能直接交给他处理 但在赵会长看来 如果他能办好的话 自然会交给他 既然这么想表现 那就把金女士的事办好 余帝文突然被一辆车跟着 车上坐的正是何向摩 赵会长想跟余帝文谈谈 余帝文如此折腾 就是为了找他贿赂市长的证据 赵会长觉得余帝文这个人 不长记性 三年前已经失败过一次 现在还这么执着 赵会长知道 这件事是地检长吩咐的 他希望余帝文能抛弃地检长 险胜集团的大门 永远为他敞开 余帝文觉得很可笑 就算他再怎么卑微 也不会给赵会长这种人打下手 因为赵会长犯了罪 而他是检察官 他们注定是抵对状态 可赵会长并不这么认为 穷人杀人 那叫杀人 富人杀人 那叫正当防卫 穷人动了女人 那叫侵犯 富人动了女人 那叫两情相悦 穷人游行示威 那叫非法占地 富人游行示威 那叫正当行使所有权 现在这个时代 是用钱说话的 余帝文记得三年前 赵会长曾说过 想抓他的话 得找些拿刀的家伙才行 要比他行动更快 要比他更心狠手辣 要比他更坏 这样才有机会抓他 现在 余帝文放下了笔 拿起了刀 也不管什么真相 只求能快人一步 而且坏事也没少做 心情那边有内奸的事 余帝文早都知道了 利用扫黑之名 突袭东方派的会所 只是个烟雾弹而已 三年前犯的错 他不会再犯了 赵会长觉得他在故弄玄虚 既然知道有内奸 为何还闯入说明会 被记者拍到 余帝文当然是有目的的 他不上钩的话 赵会长就不会找金女士了 找到金女士 拿他出庭作证 这样才能把赵会长和市长 一网打尽 法律 正义 秩序 三年前失败过的东西 余帝文不会再用了 想找坏家伙 就得先把自己 变成坏家伙 好了就说到这吧 坏家伙们二 第三集的故事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灯灯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